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苗栗县环保局警察局针对了昆虞案 在县议会进行了专案报告 分别说明昆虞案始末以及警力部署等 而易事堂聚焦警方情资掌控 还有业者未经县府核定过棒的单位 过棒企图进场 以及业者如果上诉之后的后续处理等等 要还原昆虞案的全貌 又如果业者上诉赢了 赢了 请问一下如果你还是环保局长 你同意不同意他设立 赵巧乡昆虞案专案报告 易事堂交锋不断 7月21号流血冲突 警方有掌握情资吗 又该如何检讨 你们到底有没有去检讨这件事情 后续应该要怎么样来做检讨 有没有人必须要针对这件事情来负责 这个部分我们绝对不必责 有缺失了我们已经报警中央来核定处分 不需要报警中央嘛推给中央干嘛 你身为局长当天的状况你很清楚嘛 我们有的是前则外 谁缺失 谁有缺失 我们缺失的部分 我们现场指挥官都有缺失 相关干部都有缺失 这个我们打算怎么处理 我们已经报警中央来一处理 冲突失控就责免不了 此外当天清运机具过棒的单位 并非是县府核定的过棒站 却企图进场也被提出 事与转计划内容 让如果赵局长这样的说法 即便他事后补证方单也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事与转计划内容要有什么条件 其实法规并没有明确的限制 现在很明显看到 如果赵局长刚刚说法是一个漏洞 这是一个漏洞吗 环保局有想要针对这部分来处理吗 这个部分我们会做检讨啦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 做检讨啊 什么时候可以加速检讨报告 当然这个一个要跟中央反映 希望把这个东西纳入法力 检议冲突虽然战歇 但自救会依旧不敢撤 也怕业者上诉卷土重来 最终判解他等最高行政法院 所以第一个我们也没办法 有些人希望县府要撤销 他同意设置文件 所以这部分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做到 因为他不是最终判解 因为20天的期限 检议也不只要不要上诉 县府已经不上诉了 如果检议上诉 但是在今年的9月13号 他同样设置文件会失去效力 这些效力当我们也会同事 来跟他讲说你的同意义务件没有 他要上不上诉 其他要是他们去确保 他们去诉求他们自己的权利 究责故事检讨都是讨论重点 实际上一切都还未落幕 后续县府业者自救会 该如何应对都得慎重 避免就是重演 不受运动的 基金 包括 周诺 推特